你好 欢迎收看6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花莲县议会继续进行宣政总职讯议程 县议员高小成他表示 侍风发电厂设立有支持有反对 希望双方提出的6点疑虑 县政府可以说清楚解除民众的困扰 另外山坡地开发种植农作物相当严苛 高小成希望能够先以劝导 并且实地了解使用情况之后再开罚 避免民众因为不了解申请程序就被受罚 县议员高小成在今天的宪政总咨询中提出 侍风水利发电厂在佐西乡 有支持的民众也有反对的民众 在县府原信处5月20号来到佐西乡进行协调会后 双方提出六项一律 希望县政府能够有明确的答复 让支持与反对的双方都能够有更明确的答案 双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那大家都现在目前新品集合 就是想要把这个目前反对的人的疑力 想要请我们政府单位来这个解决 只是希望我们这个县府的前者 能够赶快回复当地的居民 还有公司 还有部落的人 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上次因为 卓球箱代表会有带这个民众 这个反对的来到这个县府陈勤 那县府县长也马上答应他们这个去会刊 那上次5月20号也已经会刊了 我们相关的单位去会刊六个疑点 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县府这边 尽快回复我们这个六个疑点的这个疑力 该不见的 该要怎么做的都赶快回复 是否也能够让我们民众这个安心 如果还有具体问题 他们可以继续这个提问 早日这个落幕 让这个地方赶快和谐起来 而对于山坡地的开发 他种植农作物 当地居民屡遭开罚 他要求农业处是否可以先实地会刊之后 劝导再进行开罚 因为有许多的原住民朋友 不了解山坡地开发的申请程序 容易受罚 我们县府这边查报了很多被处罚的这个开发 开垢土地罚了好多人 从20万15万8万6万的都有 但是我们这个江农到我们地方上来 这个申请这个开垢 都是有坡度的 在部落后方 民众非常非常的疑虑 所以拿这个来比较 他们来这个申请非常容易通过 就是希望政府 那个政府这边能够 也亲自到 这个他们所申请的地方 实际去监察 最后高晓晨也提出了有关 卓西湘纳谷塔的改建 涉原基法21条的相关法规约束 希望县政府援兵处能够给予协助 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财宝报道